民眾站在自家陽台上往下看 一間鐵皮廠房的屋頂不斷串出農煙 起火的是位在高雄市三民區 金山路一間存放電動機車和電池的倉庫 大火在鐵皮屋內不斷燜燒 農煙瀰漫附近巷道 居民紛紛出來查看 有電動車 有三連 有四連 有我先生去 去開車 到達現場後已經全面燃燒 現場是堆放電動車 電池 充電池 充電線的一個倉庫 消防局出動大批人力前往灌咎 拒開鐵門朝內部灑水 另一邊也從後方涉水多管齊下 但由於內部都是易燃物 火事迅速蔓延開來 隔壁的照明公司首當其衝 早上家店就先過來 應該五六百萬左右 這樣子喔 做照明的系統 照明 對 它是一個倉庫而已吧 倉庫而已 我們內裡整個都要 不要動電池 沒動電池 延燒五戶 那火事在兩個小時後撲滅 年關將近 遇到大火 無故遭到波及的業者很無奈 所幸沒有人員受傷 不過存放東西的倉庫 怎麼會無緣無故突然起火 警銷還要做進一步的調查 民視新聞 陳凱茂 黃建宇 高雄時報到